一定要提供最好的體驗 那當然就是要最好的建設 他是前NCC委員蕭其鴻 前方破獲二類電信公司詐騙 不乏所得六億三千多萬 查出蕭其鴻每個月收五萬元 出任二五電信的顧問 國民黨立委侯孟凱也被爆料 提二五電信開協調會 去年十二月十四號 國民黨立委侯孟凱 幫二五電信找來中華電信開協調會 當天包括NCC也被要求派議員出席 這場協調會二五電信 希望登記成為虛擬行動 網路服務經營業者 想跟中華電信合作 拓展漫遊業務 當天二五電信老闆陳薇良 向中華電信囂張嗆聲 我們長輩不開心 也被擊背後有靠山 二五電信謊稱自己是受害者 並且稱中華電信 違法阻擋合法業者互相協商 侯孟凱強調二五電信 是透過人來陳情 他在幫忙召開協調會 但二五電信是第二類電信業者 已經多次爆出與詐騙集團勾結 這一次被破獲就是因為販售 黑莓卡比特卡提供給詐騙集團 當門號 你要購買所謂的國際賣遊卡 事實上不需要有這個實名的這個認證 導致很多的詐騙集團 在特定的一些國家裡面大量採購 然後用這些沒有登記過的黑莓卡 來做這個詐騙簡訊的發送 侯孟凱愛談反詐騙 但處理二類電信誠情案 沒查背景顯然欠缺 淨決心 捲錢如此忙碌的時刻 侯孟凱還願意花時間替涉及詐騙的公司 召開協調會 恐怕也關係肥淺 每天在說反詐騙 但是自己的黨邊 現在涉入這樣的案件 在協調會中 特別要求中華電信要嚴守立場 侯孟凱強調得知陳情業者被起訴 他就不再提供任何協助 這回被爆料替詐團幫兇開協調會 讓打詐形象蒙上一層灰